演员就位 表演 王贵更是疑神疑鬼 某天 王贵收到来自年轻女同事 萧桂芳 写在照片上的表白 被安娜无意中看到 吓我一大跳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来 什么呀 看看这个 这 不是我们学校的那个 新来大学生小萧吧 认识哈 这照片你从哪儿来的 在你手里啊 别管他 读 大声点 不是 这都是一首诗嘛 这有什么呢 读啊 如果你是一棵大树 我愿是长青藤 你都完了 完了 没完 没了 还有呢 潘福在你身上 还没完 放 你现在要洗 我真是的 好了 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啊 煲饺子 好不好 你想吃什么馅儿了 天哪 我现在就给你买肉去 你等着我现在给你买肉去啊 真是心虚了 我这是宿舍 不是篮球场 坐吧 许大人呢 看哪里去了 晓晓啊 晓晓啊 我给你说点事 说吧 我们家那个事你知道吗 你家出事和我有啥关系 这事还真跟你有关系 我的照片被你老婆看见了 不光看见了 你就说她还想歪了 晓晓啊 咱们俩你最清楚了 我老婆说咱们俩有 我都说不出嘴 有 有那 那个 没有吗 想喝酒吗 跟我来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大眼睛 双眼皮 好年轻啊 今年早上 这张照片上的人 把我在路上给拦住了 什么啊 别装了 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 我们说了什么 她说 你和她一起喝酒了 那不可能的 开玩笑 你还喝多了 哪有这回事呢 她还说 她让你离婚娶她 你默认了 编 你再接着编 回头我把夏季妻交案给你 你帮我也编一编 好吗 哎呀王坤 可以啊 我跟你说 我打了她两个耳光啊 这是我吧 哎 我没说完呢 你给我停下来 你给我好好说 我不责怪你 你到底跟她开始多久了 来跟我说一下 我真的不责怪你 好好好 我坦白我交代 好吧 是 我 前两天不是咱们俩 吵架了吧 然后我就 我就到她那儿去了 不过我 我也是抱怨了一下 抱怨了一下吧 抱怨我吗 也没什么 不是还是老生常谈吗 要抱怨你 不是嫌我脏 不讲卫生 你是不是不许讲 你想不想听啊 你听我说啊 来 坐下 歇会儿啊 谁啊 来了 七弟 姐夫 马上给你烧两个好菜 嘞嘞嘞嘞 好好好 你看你来了 带什么东西啊 我昨天去了趟乡下 给我姐弄了点土鸡蛋 一步身子 姐 姐 是不是我姐夫欺负你了 要是的话 我一周都拍死她 拍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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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去 这这这这这这这 你怎么还来着我姐家 你什么时候走啊 走神了 我马上就有工作了 我马上就是腾力人了 你听到这扣印啊 已经产生了 发贴伏地的变化了 太大了 这变化太大了 大了吧 大的 不得了 你干什么呢你 瞧瞧瞧 老三 瞧什么瞧 去 拿椅子 吃饭 去 谁啊 你找谁啊 你好 我找王贵王老师 我 王老师 王老师 小肖啊 有事吗 王老师 安老师 现在学校里传的风言风语 说我和您之间 是超越同事的关系 我怕您的爱人误会 今天想过来解释一下 晓晓啊 稳住啊 要冷静 你是不是喝酒了 我清醒得很 如果安娜老师说 她不稀罕你 我稀罕了 那我再比较米通啊 王贵 你还说没媳妇我姐 你搞破血搞到家里来是吧 你等着啊 你等着 你等着 走去 你等着啊 肖鬼方统治 我希望你不要再去 她 她又 没事 小肖 来来来 坐 今天上午您的那一巴掌 彻底把我给打清醒了 我承认 你们 我之前 确实对王老师 有过那方面的心思 我甚至还想过 如果有一天你们真的离婚了 我不介意做两个孩子的后妈 但是我向您声明 我们之间 真的清清白白 什么事情都没有 你 想做我两个孩子的后妈是吧 是 我说过 好的呀 你能不能 白纸黑字写下来啊 王棍 拿笔和纸 你写下来 我们明天就去公证 公证书一下来 我去跟他离婚 我把他让给你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啊 我们家在这儿 你们两个就给解决了 什么离婚啊 我不离 我打死我也不离 安娜 王老师 你别说话了 王老师 您真的不用再这样 一厢情愿地挽回了 您更不用内疚 你知不知道 其实安老师坚持愿意跟您离婚 并不是因为我萧贵方 而是因为他之前的男朋友 那个叫刘波的人 这个是他早上亲口告诉我的 而且那个刘波已经调回了城 还找过他 上个月 刚办的离婚手续 你真的不想跟我过了啊 不不不不 乱了乱了 不可能不可能 不不不 不可能 你听我说啊 我们家小潇啊 她 你们家小潇 好快啊 口误口误啊 不好意思 我们家小安 她不是那样的人 小潇 好 你年轻气盛啊 说话有点过火 我不介意啊 但是我现在是一个有家事的人 咱们俩 你说 在工作当中 如果真有什么误会 我再次向你道歉啊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从今往后 咱们俩 就当不认识 谁也不见谁 好吗 走吧 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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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 就是你的这份时辰 让我着迷 你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吗 你 安老师我真的不明白了 你明明是心里想着 跟刘波复合才选择离婚 你为什么就不能说实话呢 为什么还要把我当做挡箭牌 把离婚的责任推给王老师 您这么做觉得公平吗 黄瓜 我该吃药了 帮我热热药好吧 白猫 坐下 我站着吧 给你看看你 你跑到我家里来 你还理直气壮的 哎呀 有腔调我喜欢你 安老师 您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你听着呀 好 我听着 你不要插嘴 年轻就是好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谁没有年轻过 我年轻的手表太漂亮了 我妈追我的人不夸张地讲 那是一个加强赢好不好 我家王棍 看着刘晓庆这样长相的 这种级别的 看都不看 你一定奇怪吧 那我为什么看上我家王棍呢 对吧 老实呀 我看见了 你也不瞎你也看见了 那说明什么 说明我家王棍 特别有魅力 对吧 我跟你说 要过去的话 拿小刀子砍你哟 你以为 怎么了 你现在什么意思啊 我意思很明确啊 我要和她离婚 离了婚你来当后妈 怎么的 胆怯了 可以的 但是我是有条件的 未来的后妈 第一 你必须给我家王棍 五倍窝 每天 第二 我家王棍必须要有私房钱 你要允许她 经常去看我的父母 第三 我的孩子 你不能打吗 王棍可以 他是亲爹 大有轻重 不然我饶不了你 你在说什么呀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觉得你是胆怯了 你不是不明白 当后妈是吧 可以的呀 我就是后悔一件事情 今天早上 我打了你两个耳光 我在楼上哭了半天 我特别怕一个 有怨气的女人 来做孩子的孤后妈 我现在 就是想跟你好好地道歉 萧老师 要不然你打我好不好 就是 你把你的气消一消 你打我 你干吗呀 你打我呀 你放开啊老师 你放开 你跪下 安老师 你打我 你干吗呀 你起来呀 安老师 你干吗呀 说得好好的 我们打起来了 你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她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要把我 真的好痛 怎么了 哪疼 哪疼啊 没事吧 哪疼 哭 哭散了 你说什么 医生说的 扩散了 她都是误诊 来 来 你帮我来 帮她 抬过去 我不是病人 不要帮我 好的 好 好的 好了 你只要 好好地活着 不管你怎么样 你说你跟 你过去那个 没关系 想 想出去 吃香的喝辣的 我答应你 你跟她远走高飞 你现在 这样了 你就跟我这个相伴了 错误的过吧 没事 乖 咱们 前一段都已经挺过来了 这下面不是还会 更好的吗 现在的医术都发达了 没事 我已经把钱 都准备好了 我就是不想花钱了 我不想把家库 你不要让我看病 只要是好好活着 那钱不就是那个 井里的水吗 咬一瓢都没了 咬一瓢没了 咬一瓢 可是家散了 就什么都没了 通过手术 安娜的身体完全康复 之后 在王贵的鼓励下 她还参加了模特队 带谁去土耳其啊 你看看你看看 是不是又跳舞去了 现在是越来身体 越轻盈了啊 好 不错 继续努力 你外头有人了 是 对 我 是黄昏了 我又感觉到 那个爱情的滋味 我不瞒你说啊 我真的 我爱上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吧 我迷恋她 迷恋了一辈子 她可以包容我这一个 从乡下来的一个熊小子 包容了一辈子 我要想表达爱意的这个女人 就站在我身边 她的名字叫 那 掌声感谢挑战嘉宾 郭桃老师 宁静老师 也要谢谢助阵演员 黄孟莹 舞台之上来有请 谢谢你 谢谢你 你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精彩表演 我们至今都还记得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我很替你们感到自豪 因为我真的不太懂 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 应该怎么来做 因为我是一个电视剧导演 所以搞得他们非常狼狈 可是郭桃对这个 无数的更改 他极有耐力 这个给了我巨大的信心 沈航老师 你有什么想要提问的吗 首先我觉得这个戏呢 就是新出现在这个舞台上的 宁静老师非常有魅力 所以他很多是 他在自己肚子里做功课 他的情绪在慢慢的升成 但在最后就是 我觉得就像发射火箭一样 在那发射井里头 你是看不到的 你就觉得穿着个白衣服 在那一直坐着 但到后来说 他情绪升腾的时候 对我们大家是有 特别强的一个刺激 这个是印象特别深刻的 首尔有什么想要 向两位老师了解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小说 然后这个电视剧也是 我非常喜欢的 所以我可能需要时间去 理解刚才那个作品 我作为观众的话 我会有一些疑似 就比如说 为什么她在街上 碰到这个女的的时候 会扇她耳光 我打了她两个耳光 但是在家里的时候 体现了对这个人的包容 包括到了那个 后面脱钩的部分 我觉得她跟我想象的 就是这个生活 是不一样的 可能跟我太喜欢 这个原来这个作品 然后以及个人的成见 有关系 我觉得我看懂 谢谢 对 因为我真的是 没看过原来 我觉得我生活中 这种女人是会的 是会有的 她的神经质 会爆裂出来的 她怀疑老公劈腿 她不责怪老公 她责怪那个女的 很多女人是这样的 而且是做出 完全非理性的一些动作 事后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做出来了 其实就是某一种 压力造成的 行为的抑郁症之类的 她是有两个考虑 一是真的要把她 托付给这个女人 她没有选择 因为在那个年代 可能她认为 这个人民的教师 也没有别的选择 我特别怕王棍 乱找一个什么人 那你带着气说的吧 我也带着气 确实哽着的 但是呢 我确实也是真的 想做这件事情 心里面万般不容 不愿意 不管真相是如何 这个角色 她的那个 本身的委屈是极大的 对 老公坦坦荡荡 反而没怨气 不知道怎么办好 那么有些人 看过电视剧的 当然就是她觉得 她有她一个印象 那么你这样改 她有不满意的时候 那没看过电视剧的人 觉得这样合适 她也正常 因为她就是 我们就是 在这样一个15分钟 一个特定环境下 呈现的这样一个片段 我觉得有好有不好 是特别健康 和正常的一种现象 其实拿到本子的时候 我个人是看过 王贵与安娜的 但我们说实话 最后就把它变成一个 他们俩之间 很简单的爱情故事 就不再是王贵与安娜 与其说是王贵与安娜 不如说是宁静与郭涛 今天在舞台上 讲的一个小故事 就那个年代是 结婚容易 恋爱难 但咱们现在是 恋爱容易 结婚难 这句话是一个 对很多人 对美好婚姻向往的 再次的鼓励 我觉得 这是我的一点拙见 但是我有个小疑问 王贵她看到那个 安娜拿出女同事的 照片的时候 并且让她念情诗的时候 她表现得好像 过于镇定了 就是按照常理来说 一个男人如果保存 女同事的照片 并且上面有情诗的话 她应该总归 有一点心虚吧 那有爱慕的人 往我这个兜里 大学老师 又是还挺有魅力的 一讲起课来 让很多人 能够有爱慕之心 偷偷地往她 没准书本里的 或者兜里塞一个东西 这很正常 我不一定是知道的 反正文学剧本就是 塞在她英文教案里的 我不知道 只是把那个拿掉 所以如果我要 那时候表现的 我是好像是躲躲闪闪 我好像真有这个事似的 所以这个人物 到后来的她的这个 比较可爱的那个部分 为她的这个家 为这个爱这个女人 做出的所有的一切 就不成立了 我是这么觉得 行 我就明白了 谢谢 谢谢老师 我到今天 今天演员没什么问题 就是导演的问题 我到今天今天演员 没什么问题 就是导演的问题 这么复杂的桥段 这仨演员让她们 充分展现开 没事儿来俩 这一弟弟那一弟弟 跟这儿搅和什么 俩人那儿说的 正正在关键时候 当当当敲门声 那女的就来了 可以 没这俩挺好 不是对你们个人啊 这俩这一上来 成脚屎棍了 那您觉得 撇去这个戏剧结构的成分来说 她们演的怎么样 我从心里就 就反对她俩上来 你让我再评她们干嘛 她们俩压根不会该上来 她破坏这个戏的结构 她破坏这个戏的结构 这是三个人的故事 她们俩干嘛呢 这我说的是实话 我可以直接说 这就是康红雷的事 只要不好 都是怪客导演康红雷的 没给她试试好 但是她们几个演员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从演上面来说 我还真的没有觉得 她们有给我们捣乱啊什么 我觉得特别好 我可以稍微回答一点点 从老师刚才的疑问 就是两位小朋友 尤其是子役同学上来的时候 有一点我觉得呼应到 就是宁静老师所表现出来 对这个弟弟的不耐烦 当她上来的时候 她进屋的第一个动手 把鞋直接脱了 穿着外衣外裤 直接躺到床上 我们家如果来个这样的弟弟 我也挺烦的 所以我觉得当下 就特别能理解 住了半年 每天忍受这样的一个地点 我估计我忍不了半年 对 我觉得挺幸运的 就是能够有这次演的机会 我其实已经挺开心的了 然后我唯一心里面 就是觉得我怕 丢我师父的脸 其他的没有 对 我觉得这一步一步的 从三期能看到 子役的一个进步 虽然可能有些表演 还是有些稚嫩 但我觉得她 特别特别努力 我相信 你一直在成长 以后还会更好 谢谢师傅 那郭涛老师其实在这个舞台上 演了三个角色了 每一次出来之后 有没有和家人来分享一下 您的感受 我的爱人呢 其实是不是做这行的 所以我基本上 每次完了一事以后 就给报个平安 说我演完了 挺好的 她也会说 演得好吗 得了第几名啊 什么的 然后我说好 得了最后一名 我上一回不是得第八名吗 很沮丧 晚上给她发短信 一直晚上她给我回来 就安慰我 我觉得作为我 我的家庭来讲呢 我是分的比较清楚的 因为跟她呢 在专业方面没有太多的交流 反而跟我儿子 有的时候会说 你知道爸爸 最近演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他说我在电视上看吗 我说你就到那个 到那个时间 你来一定要看爸爸啊 然后他很快 就给我回一个短信 爸爸 能不能给我打点钱 根本不关心我演的是什么 孩子多大 他十二岁了 那你只能指望 给你多大专业意见 我小孩十二岁也这样 很快很快 慢慢的十八九 就是你突然间有一天 会听到说爸 你在那个什么戏里面 怎么怎么地 咚 一针见血 我告诉你 而且是最好的建议 希望有那一天 我知道大家很疲惫 我就讲两句话 今天来到舞台上的是 拿票的话 演员宁静 今天来到舞台上的是 演员宁静 今天来到舞台上的是 好演员宁静 谢谢 接下来有请我们全场的 一百位专业建议团 行使你们的权利 演员稳定入戏 防抖看清精传演技 OPPO决胜时刻 投票开始 就这个作品 在舞台上的呈现过程 还是觉得稍微闷了一点 其实可以 可以还更丰富地去弥补一下 我不敢说我们的舞台 是最成功的 但是我觉得 有了宁静老师 跟郭涛老师 我们这舞台是有光的 心急锁定 谢谢大家 也要再一次感谢 郭涛老师 宁静老师 谢谢王子逸 谢谢张大大 我们观战区先 稍事休息 谢谢 让我们一起把掌声 送给我们的演员们吧 谢谢